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继续给您分享一期TensorFlow2的视频 不过在此之前 首先我还是感谢一下能够开通我YouTube频道会员的朋友们 您的支持是小马一直做下去的动力哦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好 那咱们开始今天的主题吧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矩阵转制Transpose 为什么要把矩阵进行一个转制 是这样啊 咱们在编写代码过程中 咱们在编写深度学习的代码过程中 如果您完全依赖于KELAS给您做计算的话 可能您很少用到矩阵转制的过程 如果您要自己手工计算的时候 像一些复杂的逻辑 咱们不可能使用KELAS 咱们需要自己手工计算 那么咱们主要计算什么 主要计算数组与数组之间的相加相减相乘 对吧 这个时候其实就是在做矩阵运算 有的时候咱们是需要把数组的行变为列 列变为行的 这个时候就会用到矩阵转制的函数 非常的重要 今天咱们就来学习一下 好 那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就这么一个矩阵转制的方法 Transpose 该怎么做 马上开始 其实我给您说的看起来很难 其实很简单 真的很简单 用我的例子 您一跑就知道啊 原来这样就能够转制 没有之一的简单 好 咱们看啊 首先咱们进入代码部分 前三行 如果您在本地运行TensorFlow的话 这三行能够减去您一些不必要的log 好吧 然后咱们impose这两个酷 我今天给您采用的演示平台 还是Google的云计算平台collab 非常好用的一个平台 我愿意为它付费 好不好 OK 每次都要吹 接下来干什么 首先咱们先定义一个矩阵 一听矩阵 估计能吓跑一半朋友 其实它就是一个二维数组 可以不 应该说是一个多维数组 您就把它理解为二维数组 尤其初学者朋友 不要把它理解的太深 您就理解是个二维数组就够了 然后呢 矩阵转制就是行列变换 马上看啊 首先我是定义一个二维数组 好不好 定义一个矩阵 大家请看 我用range函数声明了一个数组 用reshape把它变成一个二维 对吧 所以说这儿出现一个 大家请看 四行三列的这么一个二维数组 对吧 shape是四行三列 没问题吧 OK 那咱们把它一转制会成什么样子呢 我现在就把它告诉您 会把它变成行变成列 列变成行 什么意思 马上看结果 这个地方大家请看 调用tensorflow的一个transport这个函数就足够了 进行行列变换 太重要了 大家请看 咱们原式数组是012 对吧 是一行 对吧 咱们转制之后变成012 变成了列 对吧 第二个 345 这边变成了345 变成了列形式的看到 对吧 这就叫做矩阵的转制678 对吧 9011 这边的9011 矩阵的转制 是为什么要做矩阵的转制呢 为了做矩阵的运算 对吧 我前一个矩阵的行数 必须等于后一个矩阵的列数 咱们大家还记不记得 对不对 或者说前一个矩阵的列数 必须等于后一个矩阵的行数 这是矩阵运算的规则 这个在大学高数里面应该会讲到初中好像没有讲到矩阵的运算 我的记忆当中 好 所以这个地方 但是这个地方大家请看 这一个函数完成的功能 您会觉得其实真的不是很难 承认不 承认了 承认好 既然承认了 那咱就往下再走一个难的 试试啊 比如说 我这有一张图片 这张图片大家请看 是一张四乘四像素的彩色图片 我这给的是443的这么一个三维数组 咱们先运行它 看结果 说不难 马上给您来点难的 试试啊 开一个新的代码块 运行 大家请看 我这个地方生成了一个443的一张彩色图片 对吧 有四行 有四列 然后有三通道 分别表示RGB 这么理解就可以啊 好 那么咱们对它进行一个矩阵的变换 我要变换什么 咱们大家看一下啊 我这个443分别是大的有四行 对吧 没问题吧 然后每一行里面又有一个四乘三的小矩阵 咱们大家能不能看到 又有一个四乘三的小矩阵 我今天要变换的是 大的四行我不动 但是这四行里面 这还有四个小矩阵 对不对 我把这个小矩阵进行行列变换 能不能做到 当然可以 马上开始啊 好 咱们看 下面大家请看 我指定变换轴的锁引进行矩阵变换 马上搞定 大家请看 我在调用transpose的同时 我指定了一个参数 这个参数来指定我变换后的轴的序列 大家请看 我传的是021什么意思 我传的0代表我变换后的这个矩阵的锁引 就是圆矩阵的锁引 就是零轴锁引 新矩阵的0轴 就是旧矩阵的0轴 这是没变化的 对吧 第二个就变了 第二个 新矩阵的1轴 是老矩阵的2轴 新矩阵的2轴 是老矩阵的1轴 这样呢 就做到了咱们这一个小的矩阵的行列的变换 为什么 我把1变成2 把2变成1了 对吧 看结果 一看就知道怎么回事啊 现在说有点晕啊 有点懵啊 好 开始 看完结果之后 您可就 也许就更懵了 看一下 够啊 好 大家请看 我这出来了 咱们一点点看啊 我调整一下 OK 大家请看 我新矩阵的咱们还是四行 但是变成了三列四元素 对吧 大家请看 三列四元素 和咱以前的老矩阵做个相比啊 老矩阵是 大家请看 老矩阵的列啊 是4898 变成了咱们新矩阵 变成行了 看到吗 变成4898 没问题吧 老矩阵的 45008 变成咱们新的行 4508 对吧 老矩阵的9588 变成咱们这的9588 对吧 老矩阵的这么一个小方块 在新矩阵当中被行列颠倒 所有的细节都是一样的 其他的矩阵也都是一样 对吧 5910 这变5910 哎 这样的话 咱们对咱们矩阵中的其中一个小矩阵 完成了行列式的变换 可以吧 通过compose这个函数 就一行命令搞定 如果咱们要编码做 那这个量可就大咯 您不承认吗 承认了啊 OK 承认就好 承认了 那怎么办 承认了 咱就把它再变回来 好吧 刚才咱们一个A矩阵 把它行列式变化了成个B矩阵 咱们把这B再变回来 怎么变 大家请看 就是把这个B的2 变成新的1 把B的1变成新的2 是不是 就相当于又恢复到了A矩阵 马上运行 看一下啊 扁来扁去 您有点晕 是吧 没关系 一会就更晕了 看啊 大家请看 我把这个B又变回了A 咱们就不跟B比了 咱们去跟A比 看看是不是一样 往上走啊 是449855 就比前两行吧 好不好 看一下啊 大家请看 44985 说明什么 说明吧 A矩阵又变回来了 对吧 通过这相同的逻辑 通过指定一个新矩阵的索引的顺序 就能够完成咱们所要变换轴之间的切换 这个您可以去试一下 这个为什么我今天开课程要给您讲矩阵的这个转制 是因为在今后咱们深度学习中 这个转制真的是非常的常用 您今天学完这套课程之后 也许不会马上对您的工作 或者说对您的学习有所帮助 这个仅仅是作为您的一个储备知识点 当您用到的时候 您知道可以这么做 有这么一回事就可以了 它不会马上的有利于您的工作 有利于您的学习 但是它会长期生效 长期发生作用 好不好 OK 以上就是今天给您分享的所有的内容了 我今天的代码都会放到GitHub上去 如果喜欢我视频的朋友 希望您能够订阅我的频道 然后点赞并转发给您的朋友 好不好 OK 那这个视频就这样吧 咱们在今后的视频再见咯 拜拜